马克龙推迟访屋之后 沙利文后脚就到访基辅 额外长的话很扎心 法国不是取代美国 而是取悦美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话题 我们来说一说 最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突访基辅的事情 那么针对沙利文的访问 俄罗斯也是十分的不客气 对基辅发动了六个月以来 最大规模的袭击 通过爆炸来显示态度 从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与泽连斯基在基辅街头 闲停漫步 再到希腊总理差点被斩首 以及这次的沙利文访问基辅 引起俄罗斯对基辅的大规模袭击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俄罗斯的态度现在是越来越强硬了 那么今后 其他国家领导人访问乌克兰 恐怕都得是在防空洞里面谈话了 都是在爆炸声中度过 所以刚刚推迟了基辅之行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 我估计现在非常的尴尬 特别是马克龙最近一段时间 十分张扬 屡次提到不排除北约 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 但是马克龙如果自己 不去基辅一趟的话 那估计这个所谓的对乌克兰的支持 所谓的对俄罗斯强硬 就没有啥说法了 因为俄罗斯现在比你法国更强硬 那马克龙推迟访问基辅的时候 其实外界就在议论纷纷了 声称马克龙是被吓到了 害怕遭受到与希腊总理相同的待遇 而如今马克龙推迟访屋 而沙利文后脚就到访了基辅 马克龙的压力只会更大 因为很明显 比起法国来说 看起来美国才是真正的 付诸行动的来关心乌克兰 美国比法国更有魄力 更有勇气 那么在对乌克兰的军援上 美国也是遥遥领先于法国 法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甚至比不上德国和英国以及波兰 那特别是马克龙今年还在强调 法国欧洲不是美国的附庸 欧洲要独立自主 那么现在美国无疑是在马克龙的脸上 狠狠的来上了一巴掌 因为马克龙说到底就是光说不练 有的时候真的不怪大部分的欧洲国家 都愿意跟着美国跑 毕竟欧洲有勇气的领导人根本就不多 而最为尴尬的就是 俄罗斯自然也是不会放过这一挖裤的机会 那么这几天 马克龙挑衅俄罗斯的嘴脸有多嚣张 俄罗斯这次的回击就有多新浪 根据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就点名法国 他就声称说马克龙在向乌派兵论仪式上 所做出的努力其实是在取悦美国 不仅挑衅了北约盟友 马克龙的行为与建立欧洲战略自治计划同样无关 欧洲还是完全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没有任何的独立性 那结合这次的事件呢 其实不难发现拉夫罗夫的意思 那就是马克龙如果真的想带领欧洲 那么就不应该犹犹豫豫导致错过机会 沙利文这次访问基辅 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势必会让原本对美国失去信心的 这些欧洲国家呢 重燃信心 至于马克龙再去访问基辅 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之前不敢去 美国去了基辅之后再去 恐怕真的像拉夫罗夫所说的 法国不是取代美国 而是在取悦美国了 好了 本期的话题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马克龙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